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五間總結的環節 先跟大家跟進內地方面的新聞 內地一月份的官方製造業指數 PMI數據升到50.5 對於上個月是50.3 顯示內地方面製造業增長落為回升 其中新訂單分項指數是50.4 按月上升了0.6% 另外,出口訂單跌了1.7% 去到46.9% 見到內地方面公佈完這個數據之後 曾經由低位2278點上升到2305點 但收市仍然轉跌 上證指數半日收市跌了9點 收報2282點 而護身300指數跌了15點 收報2449點 轉看港股方面的表現 恆生指數今日表現得比較反覆 恆生指數半日收市升4點 收報20395點 另外,國企指數升20點 收報11319點 而半日成交有334億 其指方面升65點 收半日市報20422點 高水27點 成交量有40700多張 再和大家看看主要籃籌股本日收市表現 現代,匯豐控股跌了3毫 收報64.8 中移動收報79.7升4毫 中國銀行收報3.32跌了1千 工商銀行跌了3千 收報5.4 建設銀行收報6.26升5千 港交鎖收報134.5跌了1毫 新鴻基地產收報106.5跌了9毫 而詳細方面 收報103.3 中銀香港收報206毫升1毫 中國銀行收報22.8跌了5千 中海郵收報15.9跌了4千 中石化收報9.48升6千 中國銀行造3.77跌了1千 而中國海外收報14.76升3毫 而騰水控股跌了3.9 做185.8 請來新美嘉賓 來自我們耀材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你好 不如說一說內地方面公佈了PMI數據 官方的數字保持著上升 50.55% 比上個月又好轉 見到刺激了一眾的韓運股又升 轉頭回來再說 不如說說數據 數據方面見到 雖然數值方面好 但也看回季節性的因素 其實都令到過年之前 一些食品行業 飲料或者食品加工等等這些行業 整體的生產指數方面 都是拉高了整個PMI 另外再看扣進價格指數方面 其實這次都是回升到50這些水平流上 都代表著整體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有機會會重新升溫 所以大家都開始憂慮 會不會這個數字都會限制中央 放水方面的步伐 當如說之前A股上升 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於放水的憧憬 但當這個放水的預期叫做減弱的時候 對於A股來說 反而可能是比較利淡的因素 如果純粹看回今次的PMI 對於A股的刺激 似乎不是太大 好 但刺激了一眾的航運股 看到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就是1199 中遠太平洋 升成4.2% 做11.24% 看看一眾的航運和港口股的表現 中海發展升5% 做5.66% 升2.7% 而中國遠洋升6% 收補4.67% 中海澤運更加大升 超過12% 收補1.94% 太平洋航運升接近3% 收補3.8% 東方海外升7.6% 做43.6% 看看港口股的表現 中遠太平洋剛剛提及 升4% 做11.24% 招商局也有得升 升0.8% 做26元 怎麼看 始終 因為這個數據 刺激著中海澤運 超過一成 大家都覺得PMI出得好 基本上整體貿易方面 都會有改善 沒錯 看回內地自己 內陸方面的航運 的確改善了 海外航線 特別是歐洲 美國方面 整體來說 還是比較弱勢 這方面 看出口新訂單指數 今次下跌 都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所以今天這些 航運股 我相信 都是有些 叫做升一個龍 如果再看回 整體的波羅的海指數 其實都仍然是 徘徊一個非常低的位置 大概現在的BDI指數 都只是做700點左右 距離之前金融海嘯的低位 都是相差無幾的 當如你說這些 海運指數方面 都沒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動力 我相信 這類的航運股 整體的升勢 未必能夠長期維持得到 266 你說就算今天升了這麼多 也好 我都不建議這些位置 再去高追進去 暫時看看 2元這些位置 整體的阻力 都會比較大 好 不如看看香港方面的新聞 才爺正在提及預算案 有退稅的情況 要交稅的人士 可以退稅最高1萬2元 估計12萬人士受惠 另外你也看到 有些針對樓市的措施 其實有沒有身家下去 就沒有 但他都表明了 上年一直在實施的一些 抑壓著投機炒風的措施 繼續 另外也會說 保持一定程度的商業用地的供應 要維持 令到租金方面 商業用地 商業樓宇的租金 可以下降一些 刺激到一眾的地產股 其實是有利膽他們 調整 沒錯 怎麼看這個措施 看到這方面 雖然不是新鮮的議題 但始終說出來的時候 都說明 特別印花稅 不會在短期內取消 代表著 二手樓的成交 都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改善得到 再加上如果你說土地供應 在未來幾年 仍然都維持一個 可能每年都供應 兩萬幾三萬個單位的時候 對於一些 無論是住宅方面的 樓價 又或者對於商業方面 租金方面 仍然都有一個 調整壓力在 如果你說 看今天地產股的表現 亦都見到相關的情況 長實、新地那些 都是由早上開市之前 做得不錯 但當他公佈完 預算案 關於地產這一部分之後 都見到價格方面 是由升轉跌的 雖然你說 見到那個跌幅 暫時不是很大 因為始終在說 相關的消息 都叫做 在之前幾天 大家開始消化了 所以我覺得 今次這個預算案 整體對於地產股 衝擊 都不會太明顯 看看半日收市的表現 看見一眾的地產股 普遍下跌 長實跌了1% 做103.3 行基地產收報42.1 聯合起跌 而新鑊基地產 跌了9毫 做106.5 而新鑊世界發展 收報8.46 跌了4 信和置業跌2毫 做12.6毫 看看收租股的表現 氣神跌了接近1% 做30.2毫 加利建設升了2毫 做29.9毫 太股地產跌了1.3% 做19.28 跌了2毫 九倉升了4毫 收報44.5 升幅都接近1% 匯德峰跌了1% 做24.5 正底時間和你談談大市的表現 今天表現比較反覆 和內地市的走勢都很接近 怎麼看現在港股的表現 今天好像很無寧兩可 都是牛皮 始終說之前1月份 升了2,000多點 的時候 做一個多兩個禮拜的調整 都是非常合理的 但都叫做比較好的地方 見到就算這幾天的調整 整體的跌幅都不算太大 也看到成交 今天也不算顯著增加 所以我自己相信 恒指就算你說這一陣整固完之後 去到2萬點這些位置 都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支持 如果你說 10天線能夠守得住的話 再向上挑戰高位 即2萬1千點的機會 仍然都是高 謝謝Jason 我們都密切留意市況發展 和成交今後會不會顯著增加 謝謝Jason 申報一下剛剛講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下午1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